月儿,老爸容易遗传给女儿的特征,儿子占不到半分,你将孩子吃吗? 怀孕后,准爸妈总是猜想着即将出生的宝宝长什么样,长得会更像谁,更希望父母的优点都遗传给孩子。 来自一个家庭的对话,老婆,你觉得我们宝宝出生,以后会是男孩还是女孩? 老公,我希望是男孩,老婆,不,我想要个女儿,我想孩子生下来像我一样聪明,千万不要像你一样笨,老公,孩子肯定跟我很像,俗话说,女儿像爸爸,儿子像妈妈,但是,到底谁的基因会遗传给宝宝,性别由谁决定? 其实,从遗传学的知识,我们了解到,染色体是遗传物质基因的载体,我们每个人都有46条染色体,一半父亲,另一半母亲,所以我们常觉得孩子既有些像父亲又有点像母亲。 基本上属于绝对遗传的特征哦,肤色,眼睛,下巴,鼻子,耳朵,以上所说的这些特征,父母一般都会遗传给孩子,但是传男传女是不一定的,有的孩子跟妈妈像,有的孩子跟爸爸像。 宝妈自述孩子遗传到了精髓,开心的说,我皮肤黑,双眼皮大眼睛,高鼻梁,两个小九娃,我老公胆眼皮小眼睛,高鼻梁,皮肤白,高个子,女儿遗传了我的双眼皮大眼睛,两个小九娃,高鼻梁,遗传的爸爸的皮肤白,高个子18岁就一米七,同事都在女儿遗传的好,我真的很感恩。 悲传的说,我是双眼皮,我儿子随我,一双大电眼,我女儿单眼皮,随她爸,闭着眼睛睫毛很长,一睁眼,一半躺里面了,还有短下巴。 悲催的是,小姑娘一岁了,穿着一身粉色衣服出去,还被问男孩女孩,有半数以上概率遗传的特征有,身高,肥胖,秃头,青春痘,寿命,智力。 女孩特征有半数的可能会遗传给孩子,所以身高不高的父母也不用担心。 你的孩子未来还有一半的可能会长得高,秃头基本上是传男不传女的。 肥胖,寿命,治愈后天都有提升的空间,如果有青春痘也不必过于担心。 过了青春期就没有了,大家都在纠结的问题。 一,女孩像爸爸,男孩像妈妈。 答案是,从眼睛,鼻子,折等面部特征到体型特征。 孩子是同时从父母那里,继承各种身体要素的遗传因子。 由于从妈妈或爸爸那里所获得遗传因子的影响力是相同的,所以一性一帮影响力更大的说法是不科学的。 没有人天生会做父母,日儿也是一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课程。 这里有更丰富的育儿宝典,更正面的科普知识,更走心的育儿睡前故事。 我是百般妈妈的选择,目前从事育儿行业五年,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